大家好我是Tony 台北这波没雨季来了 会连下好几天的雨 而且会有间歇性的豪大雨 所以暂时不出游 我今天就来分享台湾老照片 我今天分享的老照片 是日志时代昭和六年发行的 台湾少界最新写真集 这是圣山写真馆发行 编辑兼发行人为圣山吉作 圣山写真馆地址位于当时台北市 京丁山丁木29番地 就位于现今台北市博爱路 与汉口街一段交汇口的西北处 圣山写真馆就是日本人圣山吉作所创立 写真馆就是照相馆 摄影工作室 圣山写真馆曾接摄影业务 并且曾经在昭和四年 发行了三组 会业书 会业书就是明信片的意思 由于当时市场反应不错 于是圣山吉作有编辑 台湾少界最新写真集的想法 他后来组织团队 花了两年的时间 前往台湾各地拍摄各种主题的风景 总共拍摄了两千多张照片 并由当时台湾总督府博物馆馆员 松仓铁杖负责撰写明信片的解说内容 台湾少界最新写真集这本书里面 有这么多的照片 我当然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所以我仅挑选在台北地区的一些照片 而且是我曾经造访过的景点 拍摄过照片或影片 惊喜对照 来分享给大家 这是从高处 眺望台北盆地 远处是淡水河口旁的观音山 重建南山北眼平台 眺望台北盆地 远处为观音山 这是台北翼 就是台北车站 这是现在的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的大厅 这是台北疫前的三线道路 原为台北城的城墙 现在是中校西路一段 左侧的建筑是台湾铁道饭店 铁道饭店的原子为现今亚洲广场大楼 及新光三月百货公司 这是台北周厅社 现在是监察院厅社 国定古迹 这是台北日本基督教会 位于姓丁 又称姓丁教会 是日本人基督徒做礼拜的教堂 现在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济南教会 市定古迹 这是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 位于现在的中山南路5号 现在是教育部的办公厅 这是台北城北门 城恩门 北门是台北城唯一保存原貌的城门 当年北门没有遭到整容改建 是因为它位于高架道路的预定地 政府原本打算拆除北门 所以就没有花钱改造之座城门了 北门因获得福 后来被完整保存下来 成为国定古迹 这是台北城内的 京丁通 在街道改族之后 有台北新营做的美誉 京丁通 就是现在的博爱路 这是表丁通 就是现在的管前路 远处是台北驿台北车站 管前路 日志时代的表丁通 这是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前的空拍照片 中间的街道是现在的襄阳路 博物馆大门对面的白色建筑是 山井物产诸事会社台北总店 现在是市定古迹 这是位于台北新公园内的总督府博物馆 现在是国立台湾博物馆 这是台北城内的本丁通 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一段 重庆南路一段本丁通 这是台北城内的隆丁通 日志时代有台北营作的美誉 就是现在的恒阳路 拍摄的地点是在新公园的西出口 左侧的建筑 就是现在的公园号酸梅汤 市定古迹 恒阳路 公园号酸梅汤 隆丁通 恒阳路 这是台北市西门市场 现在称为西门红楼 市定古迹 西门红楼 这是台北道河神社 位于西门市场旁 毁于1945年5月的台北大空袭 台北道河神社 已消失 台北道河神社遗址 这是台北新世界馆 位于西门市场附近 是当时台湾最大的电影院 台北新世界馆 就是现在的新世界大楼 珍善美剧院 这是桃圆公园 是拆除后的台北城西门园址 左侧远处的建筑就是台北新世界馆 桃圆公园在战后拆除 变成西门园环 后来西门园环也拆除 现在成为十字路口 这是台北城东门 景福门 台北城东门 这是台湾总督官邸的空拍照片 这是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空拍照片 台大医学院旧馆 原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这是日本赤十字台湾支部 位于东门附近 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 并改建为大楼 后来国民党将大楼卖给张荣发基金会 这是台北医院 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医院之一 现在是台大医院旧馆 市定谷基 这是专卖局张老工厂 位于南门外 称为南门工厂 现在成为国立台湾博物馆南门园区 这是台北植物园 台北植物园 这次台湾总督府旧厅社 原为清代钦差行台 日子时代移至台北植物园内保存 现在是国定古迹 这是额育园太郎总督的南菜园别墅 原子为现今的南昌公园 仅存一块王妃玉歌碑 镶在南福宫的墙壁上 这是太平丁六闹的城隍庙祭 就是现在的狄花街峡海城王庙祭典 台北峡海城王庙 这是大稻城太平丁通 就是现今的延平北路二段 左侧的大岸医院 是蒋卫水在大稻城开设的医院 大岸医院的原子是现今延平北路二段31号 义美食品门市 这是热闹的太平丁通 经延平北路 这是进修女学校 1921年 台湾文化协会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 进修女学校 就是现今进修高级中学 这是台湾神社 已经消失 原子为现今的圆山大饭店 远跳圆山大饭店 这是士林芝山岩 现在是芝山公园 这是芝山岩神社 神社 神社本店后来改建为云无越南市 全物官僚遭难自卑 这是士林王草山的道路 就是现今的养德大道 这是草山白云龙 白云瀑布 位于现今 阳明山福寿桥旁 这是草山公共浴场 中乐园 原子为现今的台北市教师研习中心 这是北投医 新北投车站 新北投车站 这是北投西之龙 这是北投公共浴场内部南汤 北投公共浴场 现在成为北投温泉博物馆 这是淡水旧炮台 护尾炮台 护尾炮台 国定古迹 这是台北水道水源地 这是台北水道水源地吉桶市 市定古迹 这是新电溪的百渡 壁潭是新电溪仅存的渡口 这是乌来云来之龙 现在称为乌来瀑布 这是侯动选探场的韵梅桥 这是瑞山矿叶第二代玉梅桥 以上你所看到的老照片 就是1931年 圣山写真馆的发行人 圣山极座所发行的 台湾少界最新写真集 如果你对这些写真集的内容 还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造访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数位典藏馆的 台湾旧照片资料库 或者也可以造访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官网 重点长查询搜寻台湾少界最新写真集 就可以从线上完整的阅览这本写真集的内容 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